罗文赤议员以上台先问市政府一级主管幸福的定义是什么 接着话风一转开始他对新竹市交通状况的关心 首先他提出新竹市摩托车的数量众多 随处可见乱停的摩托车 不但造成交通不便同时更影响市容 接着他也提到路评 建议相关单位在执行路评专案时 能够跟当地的里长跟里干市充分沟通协调 再来他把焦点放在电缆地下画上 期盼相关单位能够尽速协助 将慈云路跟光复路交接处的变电所地下化 光复路跟慈云路的交接处 它有个变电所 那个变电所存在多年 当然对于我们整个科学园区的电力 造成很大很大的方便 它的变电所也延伸很长 延伸到台东 迁到台东去 这个事件它摆在那边 感觉到 好像对于整个园区的门口不大好看 很多人觉得看到变电所 就知道新竹市的地标 这个比开灌气 比那个风雨叫什么我不晓得 比那更能吸引人注意 但是这种地标好 但是这种地标好或者不好 我相信这不会见仁见智 几乎所有的市民 如果你问卷调查 他都希望 那个变电所 能地下化 希望那个变电所 地下化之后 美观起来 对于我们科学园区 我们整个台湾经济的 这个重要的动脉 出来 让外国人来觉得 真的是 是不错的一个地方 议员关心 关乎路跟池云路 台电变电站地下化的问题 师傅在104年的时候 曾经发文给台电 要求请台电协助进出地下化 那台电因为考虑到 整个变电站 是供应整个竹科的用电 它在施工上 如果停工 会影响到整个竹科的空电 所以他们有回复说 可能要列入在 中程116年到120年的 中程计划来执行 那议员的关心 我们会持续努力 我们也会加强 跟台电来沟通 此外 他也呼吁行政中立的重要性 期望是政府团队 能够上井发条 确实为市民朋友 打造优质的新竹市 接着进行质询的 肖志杰议员 首先关注的是 今年流感疫苗 即将在10月15号开打 疫苗的备货量是否充足 再来他关心 社工人员跟 长照人员的离职率跟人力 同时他也希望 市政府能够以新北市为例 极力争取新竹市 设立公立托婴中心 我心里想 新竹市是生育率最高的 一个城市 全国 市长一直标榜的 我们是幸福城市 儿童城市 可是我们既然 没有一个公立托婴中心 那在9月20号 新北市 他也是都市区 他已经达到57个公立托婴中心 照顾1万2千个家庭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尤其新竹市 他是属于双新家庭 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家长真的没有 没办法把孩子 妥善的安置 他会有很大的隐忧 尤其政府就应该率先 去把好的政策 跟好的一个设施 提供作为民众的示范 那所以才能让 私立托婴中心 也有效法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新竹市 真的需要市长格外重视 实质的重视 这个公立的托婴中心 让我们的市民 可以放心的工作 帮孩子教育成长长大 目前公托的设置 我们在新竹市 因为我们新竹市有地 大部分都是新竹县的 或国有的 而且必须在三楼以下的空间 设置托婴中心 那我们目前市政府 先从公共托婴家园的设置 来规划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在规划 北区的公共托婴家园 预计明年会来规划完成 那明年在香山区 我们也找了一个地方 来规划我们香山区的 公共托婴家园 明年会来规划 预计后年会来完成 那东区的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在找寻空间 的研议当中 最后肖志杰将重点放在 京雅西街跟公道五路口上 近来这里建案四起 高达四百多案 交通繁忙却不见交通耗制 导致意外频传 期盼交通单位能够尽早 设置耗制 降低车祸事故的发生率 两位议员就不同的层面 关心市民朋友的权益 争取福利之余 也提出建议 充分进到民意代表 监督市政的角色 凯博新竹 陈洛宇红蔡文琪采访报道